哈喽,大家好,我是巴美君 最近收到很多私信说想要看我录吃播 今天就试着先录一次吃播 然后看看效果怎么样 今天吃的是这个乐乐茶的冰面包 是大白兔奶糖口味的 还有OLE超市的榴莲芝士 昨天路过的时候刚好在搞活动 然后第二盒半价 所以我就买了两盒 两盒的话它五十里面 它能放两天是吧 不是,它冷藏三天 冷都可以放五到七天 就这两盒吧 OLE超市的蛋糕还有面包 很多都其实很好吃 像核桃拿破仑啊 芝士面包啊这种都很好吃 然后我每次路过的时候 我几乎都会买一些回去吃 还有我刚才做了一个大杯的冰美食 这样吃起来感觉应该不会太腻 那我就先吃这个乐乐茶的冰面包吧 直接拿出来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面包 咬一口 第一口的时候吃到的馅不是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个因为我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不久 然后它这个馅还是冰的就很好吃 里面的馅还是很多的 啊 完美 第二个 一模一样啊 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会更冰一些 所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我来吃这个榴莲芝士蛋糕 这两盒有8块 我感觉目测 我最多只能吃掉一盒 把它打开 这一打开榴莲的味道 就是特别特别的浓 非常香 因为我很喜欢吃榴莲 之前的视频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就是臭豆腐炒榴莲 如果感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能看清吗 就是它中间是蛋糕 然后上面是芝士和榴莲 然后中间还有一层 可能是芝士或者榴莲 就总共有4层在一起的 尝一下 非常软 这个就是会比刚才那个面包会明显会甜很多 蔬菜 这个就是因为在最后膿炒榴莲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甜度蛮高的那种蛋糕 因为榴莲本来就很甜 然后它蛋糕肯定做的时候会加糖 如果直接吃的话会觉得有点腻 一定要喝点东西 我觉得那个大白兔冰面包 我吃四五个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它甜度刚刚好 然后就不会觉得很腻 然后这个太甜 我觉得 再吃一块 我今天中午没有吃饭就等着吃这个 觉得第三块我吃不下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然后我等一下就要去做晚饭吃了 我感觉我真的被腻倒了 吃这个真的上头 就是会有一点 晕 我觉得我痛迷你 吃这个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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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个下头